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兴通讯数据产品总工朱海通先生 他的演讲题目是电竞机Vplus的实践和引用 有请朱海通先生 谢谢各位观众 刚才我们用箱还是台湾主席的报告 我们的行业总办都讲了很多关于整个系统系统的 那么中兴呢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设备商 在SDNFV的过程中一直都被挂了一个标签 让我们落后你们搞传统的系统设备 那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呢 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 那今天我们就选举一个点 就是NFV的一个网络员Vbase 那么NFV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呢 四大场景是大家有公式的 核心网的VPC VMS 剩下的一个家庭场景的VBS 还有一个所谓正体场景的VPC 那在这四个场景里面啊 核心网走得最快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核心网本身就是以计算为主 这么一个传统的业务 那么VCPE呢走得最慢 为什么呢 因为需要一个教育客户的过程 企业务 我把我的VCPE换成一个虚拟化的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 我心里的媒体我也找不到很好的样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到底节省了什么 这个一个一个CPE 从物理的变成一个虚拟化的 我到底省了多少钱 几千块钱 对我有意义吗 那么为什么 我们选了一个过往 典型的这个家庭场景VBS 因为这个东西对用户是无感知的 我把一个家庭宽态用户 从传统VBS形态 接换到VBS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用户都不知道 他体验到的可能是 一些更多的正强的差异化体验 可能更稳定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忠状了 是吧 那么谈到这个过往场景 为什么VBS 作为这个NCPE过程中 还比较热的一个概念存在 因为整个过往宽态这个发展 还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这里截取了这个 一个是我们宽态发展联盟的统计数据 另外一份是ITO的他的一个统计数据 我们看到这个就全球的 不管宽态用户的来讲 中国一直不休 特别是宽态中国这个战略 发布以来 终于一发力 我们的这个拥护的增长 目前到2016年底的一个统计 这个三个多亿 那我们目标是2024个亿 那么2016年底全球有多少固定宽态用户呢 9.16亿 这意味着什么 国内我们就占了35% 排在第二位的美国 是一共就两个特异的国家 第一中国第二美国 再往后我们看这个Top10的国家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G8 还有这个金砖五国里面的四个 还有这四个其实很奇怪 南非 南非虽然它的GDP很高 但是它的这个质幅差别很大 它这个按照ITOT的一个统计来讲 它的宽态用户还不到两百 那整个这个国际社会的目标是什么呢 2020要达到20% 还有大概十个亿的空间 大概还有十个亿的宽态用户发展空间 包括昨天这个开场会上 那个来自韩国的这个权先生 他也讲到 怎么样把最后的一个binding的用户 接入到网络里面来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 最困难的是成本 是投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我怎么样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 把这些用户接进来 这部分投资就两块 一部分是接入网 这部分是硬的 无缘的炮 是吧 这个NV的过程中 对矿体讨论的很少 因为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省 那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IT网络 IT业务的流量股 也就是网络边缘 在接入不往宽带的业务 主要就是Base 主要就是Base 那么这个目标是做到多少呢 按照ITOT他们的一个诉求 占月收入的百分之 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 在国内 我们提速降费 这个过程中 我们固定宽带的每个月的月出费 其实远低于越收入的百分之 越收入的百分之 但是对于国外来讲 各个地方情况 我们讲 叫我们到海外去出差 是吧 这个觉得 哇 这个地方 越发达国家 它的宽带率越高 为什么 不用把它换成了成人民币 是吧 如果从当地货币的购买率来讲 其实都不太贵 那对于Base来讲 对于Base来讲 我们到底降低了哪一块的成本 其实 从三四年前考虑这个概念开始 大家一起就对这个 到底降什么 要采用什么样的形态 能省多少 对吧 到底合不合适 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个 这个平衡法 很预测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 降的最多的 可能还是运维的成员 也就是OPEX 也就是OPEX 那么这里面 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因为你要的是固定宽带 我们手机 无论是4G 包括未来的5G 按照现在的支飞政策来讲 你每个月的总的流量消耗 是多少个G大币 是吧 但我们的宽带的一个业务 什么叫宽 我们单约是BPS 它量刚不一样 是吧 没有20兆BPS 你怎么可能是宽带业务 所以这一块 是硬的 那么软的这部分 主要就是运维这部分 郁文这部分 对于我们国内的环境来讲 人力好像不值钱 但是对于海外来讲 发达国家 这个人力成本 这个自然很高 对于那种发展中国家 其实他们对这种 具有一定的电信工作技能的人 他们的人力成本也很高 他们也很高 所以在这一块 用WaveX 把这个方案来降低的 绝大多数的还是运营方面的成本 包括运营方面的主杂多 就是像我们设计商 我们干苦盒 干外活习惯了 这个多配个几十行 甚至上百行 你不觉得 但是对于很多 这个运营商来讲 你能让我少配一行 就少配一行 过去经过这三四年 对于VBS架构的讨论 我们现在整个MF 特别是处于网络 偏转发的这个功能的 设备的架构 大概就这么想 那么在我们作为 作为产品架构设计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因素 其实有很多 这个包括出这种架构 它的健康性 它的成本 它的性能 它的扩展性 它的功能支持的丰富度 那么目前的三种架构来着 简单的说 第一种最原始的 最粗的 最简单的 实现起来也最快 转空一体 我们都用X86来做 那么转发和控制 都放到一起 都放到一起去跑 那么第二种 我们把转空分离开了 转空分离这啥是 天天的要求啊 转空安復兵 那么转发面 还是用X86的方向来做 还是用X86的方向来做 还有一种 第三种 硬件的转空分离 那么转发把它挪到 其他形态上去 好像不那么通用 是吧 是用 现在我们用NP来做 后面那么用白盒 用灰盒来做 但主要来讲 它都是用一个硬件 带有一定的封闭性的 那么这三种 它们的应用场地 包括它们的特点是不同的 那这种这种差异 是架构本身 从根上代表了 这个很难去克服 很难去克服 那么不同的这个架构的这个产品应用场景 可以做一个对比 首先我们在 对于过往业 流量是第一位的 那么我们现在国内 这个宽带20兆起 100兆甚至家庭的千兆都都进来了 而且这个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大视频 4K 4K到底要30兆还是50兆 而且一路4K够不够 我们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我们要追求美好生活啊 什么叫美好生活呢 就是我看球的时候 我老婆能看电视剧啊 我爸能看海峡两岸啊 那怎么办 三个电视 三个电视是不是要三路 还不提名了 那这个时候代官是多少呢 几百兆的诉求 是吧 那么还有 打游戏呢 是吧 这个 现在比较流行吃鸡是吧 那个手游的这个流量 其实要求很小 但是这种大型的游戏 在线游戏 对网络质量要求很高的 对吞吐量的要求都很高的 所以高流量场景 这个是过往业务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诉求 那么对于这种场景下 我们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转控的软分离 也就是说 我把控制面处理新令和处理会话的 都收上去 然后转发我用X86的方案来做 另外一种 我把转发留在传统设计上 毕竟我们现在 所有提供宽战业务的这个 运营商网上都有好多流器 好多质 这些东西客观存在 那么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比较两种价格 我们会发现 这个转控硬分离 就转发使用传统价格 它的这个 吞吐量和 和整个这个 投入的这个曲线 相对比较平滑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设备 都做得很大 是吧 我们做设备都是按照 一个标准机柜来做 一个柜子里面 放一个方 一个流器 或者一个base 支持十几块板卡 每块板卡 我们现在想做小都很难 为什么呢 我们的芯片方案 我们的解决方案 基本都100G起 全双公的100G BTS起 是吧 那么对于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那我这个框子本身 这个铁壳子 这个背板 这个主控 这个交换 这些电源 风扇这些精密系统 所占的成本就比较高 那么随着吞吐量的上升 板子差的越多 差到最满的时候 我没比特的这个这个效率一定是最高的 就是成本是最低的 但是对于软分离的这种方案 如果我把这个转发还放在x86上来看的话 那现在其实x86是有瓶颈的 目前是有瓶颈的 包括说可能在未来的两三年 它自己的这种增速啊 它的增速相对增速可能很快 比如说18个月翻一方 或者12个月翻一方 但是实际上因为它现在这个起点太低了 起点还是太低了 我们这个传统设备形态的一块板子做几百G 做一T的时候 这边可能还是几十个G 差了一个数量G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追击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追击问题 那么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还有一段才能赶上来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还要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x86这个架构 英特尔它的这个芯片的工艺 远远领先于传统这种芯片的工艺 当我们传统设备还在用28大米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买到的英特尔的 已经十纳米一下了 都已经见到了 我们在这里面还差了两代 那两代还从18个月来讲 差三年 或者再打个折 20个月 两年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我们认为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传统的转发这种形态 在高流量场景下面 还是很有优势 那反过来我们再看低流量场景 目前国内云商主要试点的场景 就是这种低流量场景 也是软分离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低流量场景 它不代表没有流量 那么在这个汇发数很大的时候 我们即使是这个T2069的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 因为我们这个部署的时候 是以省为单位来部署 对吧 那我们过去的部署是以区线 是以区线 区区区 以省单位来部署的时候 这个流量 虽然每一条都不是很大 但是汇到一起还是比较大 同时在那个所谓的低流量场景里面 低流量场景里面 在有一些这个 像这个面向短连接的 短连接的这种应用 就是每一个应用 对于每一个业务来讲 它的流量不大 但是你把几十万 上百万的都合到一块 这个流量 这种货币向起来 它也是比较大 所以这两张图我们画出来 发现有一个临界区 是吧 那为什么不是一个临界点呢 就是这个 这里面还是一些厂家的差异在里面 还有一些厂家实现方案的差异在里面 但是这个临界区的范围 本身不是特别的大 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毕竟我们说 英特尔 它是这个核心技术的提供者 它的DDPP也好 还是说开源的一些FDIO也好 它的这个性能 就是总是有一天花管 这个厂家之间的差异 存在 但不会特别大 不会有数量极的 不会有数量极的差异 甚至说差异超过50% 这都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架构 会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对于前面 我们在VBS 从这个POC到线网的试点测试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选定了一种特定的业务场景 然后使用一种架构的产品去做实验 但是如果真正的部署到我们的商用网络里面 面向我们另外的场景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解论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特别是要强调一下 这里面的综合业务模型 综合业务模型 我们对于运营商 线网的设备在产购 在测试的过程中 它的测试模型 和我们在一般来 用插发率来标指标的时候 这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线网里面 要考虑综合业务的叠加 要考虑网络安全 要考虑网络管控相关的东西 要考虑很多的QS方面的东西 虽然是Intel DPDK里面 现在也加了一些QS方面的功能 但是实际看完 和这个线网的 业务的真正的需求预期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这个不是不能开 开的时候有代价 那就掉不出主量 对吧 反正我就是差距率 就是失踪 就是我的起零哲气 那么在整个后面被被死了 我们认为后面要不死的时候 一定是控制面的云化 一路到位 然后转发面的虚拟化 还分布实施 那么控制面都收上去 这一点 其实很容易理解 这里不做过多的好 那么转发面虚拟化的分布实施 其实在这里面 转发面的虚拟化 这里面 不仅是刚才谈到的 到底用X86做的转发 还是用传统设备形态 来做转发 还包含说 现场业务所必须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们的一些统计的功能 比如说主播要不要 比如说QS这些东西 要不要 那么 对于 这个我们做网络 做网络工程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带宽和用户的SRV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不是我把带宽拉上去 无级小米它拉上去 用户的体验就一定好 其实按照我们这么多年 这个 做设备做网络的经验 是看的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再宽的路也会抖 标注 六十米宽 再堵车 我拉到一百二十米 是不是一定不堵了 不一定 对于广播来讲 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广播共同 在很多情况下 和交通共同是一样的 它的读点 它的用户点 到底发生在哪里 很难去 事先自己把它批判好 我们能做规划 能做最大可能性的 去避免它 但是实际上 也不可能完全把它消除掉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转发面的虚拟化分布实施 在目前这个结果 未来的两到三年 甚至三到五年 传统设备的优势还在 那么就把传统设备的优势 继续把它发挥下去 那如果五年以后 白盒或者是英特尔 或者是智能网卡 包括智能网卡的技术 发展到一定程度 成熟了 前面看到那些的曲线 它们倒置了 那那个时候的路由器 就不是现在的路由器 对于这个设备上来讲 对于特别是这个数据设备 其实这个行业 是一个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 这个行业的门槛确实高 但并不是高不可及 业内还是有这么 五六加六七加 这个积极的玩家 在这个里面 如果说公共的方案 真正达到那种程度 那么就会有一种新的 网源形态出现 到底是白的 还是灰的 还是像现在像黑的一样 时间会告诉我们 那么对于这个 这个CU分离的这种 这种VPS 这个方案的特点 其他的三个 都是公共和家都有 这里面主要讲 这个所谓的特有 千万级 千万级这件事情 对于绘画素的这种要求 是我们运营商环境 所必然的要求 这是一个电信级的要求 那么 对于千万级的绘画 和千万用户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个用户可能有很多个绘画 可能有很多个绘画 一个支援的收到C面上去 这样我们的这个统计 备用的这种池 池子越大 这种这个 支援优化的效果就越好 另外一个平滑远镜 其实就是要保护 我们运营商线 几百万上千万的 一个设备通资 这部分就是我们的什么成本 对于千万级绘画的事情来讲 这个传统的设备 传统的设备 已经到一个瓶颈了 我们现在这个被子 现网中的这种价格 十来年前就定了 它的价格决定了 它就到这种设备 就是单个节点 做到500X2K 甚至跳一跳 做到一照 绘画上线速率 做到这个几千条 但是我们把它收到千万级 那是不是要数量级的提升呢 所以这个事情 看上去在这里就画了一页交线 实际上背后 这个工作很难 这个是 这个 美尔卡夫定律 是吧 你的规模提升 带来的复杂度 是平方级的提升 所以真正实现起来 还是很考验这个厂家的这个能力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做的事情 简单的讲 其实就是多个模块 变形处理 多个模块 变形处理 多个模块 变形处理了以后 我能把我的IoT上去 但是我这么大的数据量放到哪里 放到分析数据库里面 分析数据库 可能阿里讲的最多 双11 它的那个结算系统 但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系统来讲 千万几用户 千万几绘画以后 这个数据库也很大 对于这个数据库 我只讲一句 这个数据库 对于Base来讲 看上去很大 但是对于核心网来讲 其实不算大 我们的核心网 老早就是千万几绘画的能力 那对于中兴来讲 这些东西偷有 我只要拿过来就可以了 是吧 那IP地址的问题 一个IP地址 到底值多少钱 是吧 几百 还是几十 省下来 省了几十万 这个东西对于云商来讲 也是一个缩小减的差的一个过程 那对于我们的应用来讲 我们的VBase 采用的CO分离的方案 其实就把这种 NFOA的试点 不再放在某一个点里面 某一个泡沫点里面 不管你是核心的地方 还是会议地方 我们把C面放在核心 U面 就在线网的各个分散工具机场里面 所以我们NFOA的这个方案 是一个真正的网络级 是一个网络级 和部署是有关联的 那么在这里面 和运营商的部署有关联 我们就考虑一下 运营商现在部署 到底要考虑的一些东西 电信机这件事情 电信机不仅是五个九 电信机还有千万级的用户 对吧 我们还有这个业务的扩展性 对于投资的保护 那么多厂家和投资回报 包括对历史投资的保护 这都是运营商所面临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运营商选择哪个业务 哪一个场景 什么样的网络形态 什么样的部署策略 这些各个运营商 它的客观条件都不一样 我想 设备商不会比运营商 更了解他们自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中心五是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我们就是把这些因素的 组合起来 我们形成了几套方案 那么在这个方案里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 运营商最大的负担 就是这样 这辆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图案是运营商 经常把自己 放在overlay的层面 来考虑一切事情 但是在underlay 反倒是运营商最大的问题 我们看到 我们的 对于有限业务来讲 数据包是在光纤上跑的 对吧 那我们的光纤往后 是右边对方图的 它不是一个 点到多点可达的 对吧 特别是下面这层 就是光纤层面 这些都是无缘的 是一个签心 我们到运营商 到省份到第四去布的时候 去开通的时候 经常碰到 你找的要签心 这件事情太难了 是吧 因为你让我加个设备 我可能加个板卡 给你的装口就可以了 后天 给你个lambda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说 给我变一个签心出来 这个事情没有几个月 是做不到的 那么 以前我们讲的二层 是吧 都在overlay前面讲 但是实际上 在落地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考虑 现往的 对于真正的物理上的 一个资源的情况 那么前面 中心我们在技术上面 把V-base 各种架构 各种运营场景 讨论了很多 那么下一步的工作 我们待会 进入实际的 步骤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要领事 overlay和underlay 这种关系 overlay看上去很美 但是underlay 它的发展就是不均衡 不成分的 那怎样把它结合起来 那这里面 目前要做几个具体的工作 一个是 C面和U面 性命 性命同胀 可靠性怎么办 安全性怎么办 网络安全是一个大的问题 而且 我们说 以前做NGN的时候 其实也是把C面和U面分开 怎么 当时就没什么感觉 那时候网络环境不一样 十年前 十年前 网络可能 还是比较感应 是吧 各种网络攻击世界也比较小 但是现在是一个常态 第二 C面的备份 我们到底要不要做 两级三金星 有没有必要 还是做本地的热备 或者是省内的冷备 第三个 绘画的上线速率的提升 绘画 我们做到千万级 那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做绘画的上线速率 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千万绘画 我们做超过一半条 70% 0.1% 那有没有必要做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就是这些东西都要 特别是后面 互联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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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上到底是长期在线的 还是短连接的 这些都需要用市场 业务的发展去减天 最后一个 业务链 增值能力 IP网络 我们提供是管道 但如果真正把自己 作为一个管道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永远会陷入到 这个带宽的陷阱里面去 怎样发掘管道的价值 变成金管道 那么我们现在 具有绘画识别能力 具有业务的识别能力 那基于这样 应该怎么在这个上面 做更多的文章 比如说 ITV6算不算增值业务 比如说这种安全的方案 算不算增值业务 这种增值业务做在哪里 传统形态 还是NFV形态 所以 下一步 当V-based 这种技术创新已经完成了以后 当我们碰到更多的 工程方面的创新 怎么样把好的技术 用在我们商用的 生产的网络中去 好 以上就是汇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各位